每天一杯咖啡已经是每一个上班族的日常 过去在路上看到都是从美国来的品牌 而现在有个本土品牌已经悄悄的崛起了 到底是何方神圣 它如何从一个巷弄外带店发展成街边店 今天跟大家分享台湾咖啡品牌路易莎的故事 今天的报道来源是2019年12月25号 刊登在数位时代 由经济日报撰写的路易莎星巴克黄金交叉 创立台湾本土品牌 她从主坏一包咖啡豆开始 路易莎成立于2006年 由年仅41岁的董事长 黄明贤独自创立 黄明贤他从小家中共有六口人 父亲是台座公司的员工 他透露他从小就想创业 这个种子是在一个不经意的事件中萌芽 这个事件就是当时父亲在台座上班 母亲总是叫孩子们在父亲词汇栏上填写 伤这个字眼 因此他从小就思考伤的意义是什么 有一次黄明贤跟着爸爸去淡水河钓鱼 途中收音机传来某个国际震惊事件的报导 引发他对于创业的想象 让他在国中之前就在心中种下了创业的种子 大学毕业前一年 黄明贤带着对咖啡的热情到星巴克打工 工作一年半后向父亲借了20万 买了一部二手烘豆机开启了创业的议程 不久他看到了台北市民生东路的咖啡店要顶让 继续向父亲借了39万元顶下店面 而这家店正是路易莎创始店 到现在创始店还在这个地址哦 路易莎咖啡以本土小型连锁通路之支 在几年内通路数保真 来到将近500家 在台湾甚至超越龙头星巴克 对此业界分析 有三大要点是关键 一优越的加盟策略 二一条龙的经营模式 三精准的产品策略 这是三大要点 是快速展店的关键 路易莎2013年他世上仅有34家店 隔年快速翻倍来到78家 2017年拉升到了300家以上 而去年则突破400家 路易莎董事长黄明贤他透露 优质的加盟模式 让加盟组粘住不放 那到底路易莎是如何粘住加盟组 与咖啡客几下星巴克呢 据了解路易莎有364家的 加盟店 但加盟组却有一百多位 所以代表是什么 代表是每一位加盟组就有三家店 黄明贤甚至透露 甚至有加盟组一个人就开了八家店 为什么能那么厉害 主要原因就是路易莎将全部的经营的经验 技术传授给加盟店 加上优越的加盟条件 让加盟店最快一年半就可以回本 也让加盟组不断的开新店 此外业界也指出 由于路易莎从采购红豆到产品销售 创造产销一条龙的模式 扩商到一定的规模后 运营成本就会大幅降低 获利后 获利它就会继续扩充 将资金投入工厂 以及通路 也让直营通路快速拉伸 特别的是路易莎不仅卖咖啡 以及卖早餐 所以黄面前透露 路易莎很早就引进庄园级的单品咖啡 受到台湾消费者的欢迎 优质的产品去处辱获消费者的胃口 因此产品也卖得特别好 营收也顺势提高 另外一位不愿意居民的业界人士 则表示 路易莎饮品评价 甚至有店面的桌子就配置个人的插座 可以说是只要是为了消费者好的事情 他们就会去做 因为规模不大 可以创新又有灵活性 而且店铺的尚未饱和 可以随意选择往哪里开车店铺 都成为路易莎他早期的优势 所以他继续分析说 星巴克也是因着发展早 所以到了百亿营收的规模 所以必须评估的事项 事情也越来越多 因此也比较有包袱 而路易莎在店面发展也拟定了 三阶段发展策略力拼 拓展500家店面 当前已经有50家新店面正在筹划中 2020年起 就是今年 拓点策略以稳定扎实为主轴 以拼营收成长为重点 所以在发展策略上 黄明先生表示 在2006年就是第一阶段 主要就是以巷弄中的外贷店为主 2015年5月开始扩大转型 第100家连锁门市 落脚在天目 是第一家街边店 2017年10月迈入第三阶段 定位为全方位生活的店型 结合诚实在地文化 具有文化内涵的店面为主轴 所以最后 路易莎2020年的目标 是要冲到540家店 明年就要拼挂牌 在店面开展规划方面 目前全台路易家总共有489家 其中125家是直营 364家是加盟 直营门市基本上都是百坪以上的大店 而现在已经筹划当中有50个门市 将分布在全台湾 预计今年2020年结束 全年门市数量将成长到540家左右 而董事长他也期许 2020年终公开发行 年底新贵 而2021就要拼挂牌 而面对小老弟标速开店 星巴克则表示 按照既定的扩张计划 两家品牌定位不同 对于竞争品牌则不评论 不过若单以店面数来比较 路易莎 毕竟500间已经正式的超越了星巴克 若比较两家营收 那星巴克营收110亿元城堡 大幅领先所有咖啡连锁同路 也是路易莎的三倍之多 换言之 星巴克单店的平均营收 推估就要近2300万元 遥遥领先路易莎的820万元 短期内要超越能有困难度 好的 今天的美丽商业就到这边 土生土长路易莎咖啡 靠着一个小时候的创业梦 一步一脚印的从小做起 没想到因为一开始 对于一家店的设定规模不大 并且搭配创新以及灵活性高等特质 反到了路易莎的成功关键 及优势 听到这边有没有唤醒你觉得你不可能 但却有可能沉睡的创业梦呢 最后想邀请每一位对新创商业科技有兴趣的朋友们 欢迎点击资讯栏连结 加入焦点观点plus社团 让我们一起讨论世界商业生态 焦点观点plus daily commercial每日商业 10分钟交流一个商业观点 我们下次见 拜拜